台東鐵人三項 那應該是在2014或2015年的台東鐵人三項 這個是 欸 普悠馬 不好意思出到陣頭 我現在永遠記不起來這樣 然後那一次的515 因為已經實力不夠好 已經沒有辦法完賽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要自主完賽 所以我就自己在跑步 跑步已經是掉車尾了 然後呢 還被裁判在騎過去 還倒過來說 欸 欸 欸 你要帶我 裁判好 裁判好 然後他就一路騎著摩托車在我的後面 然後機過補給站 就跟補給站所有的小朋友說 欸 有沒有看到 藝人欸 明星欸 要帶我欸 有沒有看到他 有沒有認識 然後還有的小朋友說 他誰啊 然後我就一路被裁判 護送回終點 欸 應該是在2012年 可是 其實我從2012年之後就沒有帶美鐵人 那應該是我在正式的公路鐵人賽的最後一場 就是2012年的ARMA70.3 所以我要出發前 就是準備要從 就是準備要從 515要到 515賽會場 我才發現 我那個很久沒有穿的3D屁股 那邊扣一個洞 所以我趕快去 冰尼商店買那個 好險是因為那個 可以縫 好險 換一縫 不然這個 騎在後面的人都會 都會變慢 這大概是比較糗的事情 這樣也是 大概就是2016年的一個台灣人 那個自行車聯賽的 卡達加戰 那我記得比賽沒多久 一開始我沒多久我就逛街了 後來就有幾位選手跟著我出來 然後騎騎騎騎了很久之後 想說奇怪這些人都認識我 為什麼都不跟我講話 然後那年我們換了新的盾 就是後來啊 那個突然就有其中的一個 首飾已久的選手 就突然在我們說 蛤 立凡老師喔 你還變這種 我認不出來你這樣 原來那一年自己 其實有點 一開始在 就是體重控制上 那種很好就是 那大家就 認不出來 原來的身形 跟原來的身形不一樣 又加上歡呼 然後我們就說 認不出來這樣 就是變胖這樣 那現在是覺得蠻尷尬的 最糗的是 我覺得是有一次我沒有辦法玩賽 就是那一次的 鐵人是 我好像是比 第一三 那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比第一三 其實之前賽前也做很多準備 但因為那一陣子就是 公司後面有安排別的工作 所以有牽膠帶萬膠帶 我不能賽 嘿 那那一次我就是從一路就是 一早就開始全身一直狂噴防曬 然後在每一個轉換區的時候 就是游泳上來的轉換的時候 我也是全身又花很多時間塗防曬 那在騎那九十公里的時候 我也是全程一直噴一直噴 可是後來不幸的事情就發生 因為那天台東的溫度非常高 所以我整個人就是被防曬噴住 完全沒有辦法排汗跟透氣 然後記得我那時候邊騎車 其實也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邊騎車邊尿尿這件事情 但是那時候尿出來 尿就是非常的滾燙 就是反正我整個人身體 跟那個身體狀況已經非常不好 就是其實我就是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很嚴重的中暑 那那個中暑 我覺得很糗 就是是因為 一個鐵人一直擦防曬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就是身為鐵人這件事情很不專業 但是又沒有辦法 因為那一陣子公司又一直警告我 就是一定不能曬黑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很糗 然後它就導致 我這一場比賽就是DNF 我在三年前的時候 有一場在台南的安平的比賽 那我已經站上了就是出發點 大家發現我的晶片 居然忘記帶了 那這個對我十幾年的鐵人生涯來說 居然發生一個這麼嚴重的失誤 我覺得那個時候 是我一個比較難忘的一個 一個最糗的狀態這樣子 我講一件就是到現在 我突然還在笑我的事情 有一次我比朋友的事 然後順序是點娃子 我一講的時候 剛好看到對手們 就是踩在我腳下面 然後我就很嗨 最後我就直接 忘我的碰撞上牆 然後我頭啊 我整個身體都黏在牆壁上 然後我整個暈了一秒鐘 可是沒想到就是 最後雖然我拿了第一名 但是全場其實看到那個狀況的時候 是整個靜默 到現在還有很多人記得這件事情 最糗的事情就是在這個旗袍線的時候 因為非常的興奮 所以突然想要上大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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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